保皇黨的血滴子 已經出手了嘛 就是說民進黨常常在這個地方初選 就是說還沒有出來 跟國民黨PK的人選之前 他們黨內自己 自己裡面的廝殺 那往往是比國民黨去罵民進黨 還要狠毒十幾倍啊 這個我們真的是 嘆為觀止啊 自嘆俘如啊 我想講的是 其實賴清德今天出現 我覺得他們今天兩個人 這個都會覺得 哎呀 都是同志在背後插刀啊 好痛 好痛 為什麼這麼講呢 賴清德為什麼出來 陳如俊毅剛才講的嘛 哎呀好奇怪 我說我不要選 我不當行政院長了 馬上你們就不來找我報告了 更覺得是 不當行政院長了 馬上這個養鴨博士就從中游下台了 然後呢 台肥的康信宏 賴清德的人嘛 明明人家坐得好好的 哎 剛剛上了飛機去中東 要去推台肥的有機肥料 等到他回來下飛機的時候 對不起 你不是董事長了 因為賴清德失事 全部砍光光 所以賴清德今天是怎麼出來的 就是因為同志啊 同志很狠啊 背後插了刀啊 那對蔡英文來講 是不是這樣 是啊 你賴清德跟我講了幾次不選啊 講了明的暗的 檯面上的 檯面下的 講了那麼多次不選 你今天又來插刀 好 再插回來是誰插 新潮流自己人插賴清德啊 不是嗎 這個鄭文燦 鄭文燦你以為 蔡英文的講話是怎麼來的 蔡英文說 民進黨凡是有初選的 從來就沒有贏過大選 這是來自鄭文燦的版本 是鄭文燦先帶頭說 民進黨只要有初選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贏過大選